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干净它不仅仅是指勤洗衣着 打扫庭院 更是一个人内在的格局 灵魂的高洁 最好的养生是情绪干净 皇帝内经有言 怒伤肝 洗伤心 忧伤肺 撕伤皮 恐伤肾 情绪是否干净是会涉及到健康的 庄子说 致人之用心若尽 不僵不饮 因而不藏 故能胜物而不伤 意思是说 一个真正懂得养生的人 会把自己的情绪修炼到像一块镜子一样干净 什么是情绪干净 一 是不贪 内心喊 贪爱一百件事物 就有一百个烦恼 贪爱九十件 十件 五件 两件事物 就有九十个 十个 五个 两个烦恼 内心不贪 自然可以消散身外的烦恼 二 是不求 作家石铁生在《宾夕碎笔》中曾经写道 刚坐在轮椅上时 我老觉得听昏地暗 等到生出挫娼 一年数日都只能躺着 才看见端坐的日子其实多么的晴朗 后来又患尿毒症 经常昏昏然不能思想 就更加怀念起往日时光 生病的经验是一步步懂得满足 保持心情舒畅 活得不累就是不求多福 但求知足 三 是不弃 寒山曾有经典意问 世间有人帮我 欺我 辱我 笑我 亲我 贱我 恶我 骗我 请如何 该如何处置乎 使得他 只有忍他 让他 由他 避他 耐他 敬他 尽他 不要理他 再淡十年 你姐看大 我们走在人生路上 总是容易把正在遭遇的每一件事 看得十分重要 然而时过境迁 我们会明白 人生真正重要的事情其实不多 还真是你生气来 我不气 骑出病来 无人体 四 是不惧 生活中富者或忧怯或忧哉 唯恐万贯家财 倾客间混于一旦 贵者或忧屋或忧事 生怕狂风之下的污 树倒污打 一个人日夜生活在患得患失中不得安宁 身体又何来健康之说 一个养生的人就是要做到不贪 不求 不欺 不惧 时刻给自己的人生做减法 减去那些过多的欲望 和使内心狂躁不安的情绪 让精神回归到最简单 最干净的当下一刻 感恩而满足 实施 自觉 念念 自知 四 世事豁达 身心健康 二 有效的社交是圈子干净 壮子说 君子之交淡如水 小人之交 甘若理 讲的是 真正的朋友 是因为志同道合不客套 不虚妄 彼此欣赏 所以如清水一般简单又干净 反之 有些人看似清泥 交情像船酒一样甘甜 却不讲道理 妹妹小爽有一个姐妹帮 平时几个人总是时不时聚餐 逛街 泡巴 热闹得不得了 前年小爽准备考研 在复习那段时间 她的几个姐妹 依旧一切活动都找她 一次两次不去 可以再拒绝就强行拉去 小爽为难地说 要准备考研 姐妹们总是说 也不差那几个小时 没有她就没有气愤 并诟病她都工作了 考研也没有什么意义 结果断断续续的复习 导致成绩很差 没有考上 去年妹妹决定二考 我就劝她 一定要和这些朋友保持距离 可妹妹说 只要他们聚会几次不去 他们的那个圈子 就不再有她的位置了 我告诉妹妹 如果因为你考试的原因 大家不与你联系 冷落你 那么也正说明 他们也不是什么真正的朋友 不过是一起 迟迟和和的泛泛之交 因为真正的朋友 都是希望你进步的 为你着想的 去年在准备二考的时候 妹妹主动和这几个姐妹 保持距离 并在自喜室 结识了一位 同样备战的朋友 每天两个人相互鼓励 一起讨论 学习既有方向 又有信心倍增 今年的成绩出来 两个人双双考上了研究生 妹妹说 从这个朋友身上 真的学到了很多东西 以前的姐妹 都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上 吃饭 打扮上 聊天 以吐槽别人为乐 她其实很不舒服 而这个朋友 把所有的时间 都用来提升自己 和她在一起 妹妹觉得 每天都有进步 我恭喜妹妹 终于找到了同频的朋友 就像《刺猬的优雅》里 说的那样 只有频率相同的人 才能看见 彼此内心深处 不为人知的优雅 只有真正的气味相投 目的干净 才能成为 相互欣赏和福祉的朋友 一个真正的知心好友 胜过万千泛泛之交 这几年 我陆续放弃了 让自己压抑的人际关系 心里真的轻松了很多 下定了决心 要干净朋友圈的好处时 一切围绕身边的人和事情 都是简单而快乐的 就像作家黎哥说的 人像树一样 机体自有排异性 只有容纳和自己一块 只能容纳和自己 一块治疗的东西 这才知社交的艺术 因为不复杂 所以不内好 三 极致的丰富是内心干净 顾承写过一句诗 一个人应该活的是自己 并且活得干净 只有这样才可以在这 无欲横流的社会 活出自己 喜欢的人生 作家村上春树 几十年的写作生涯 作品高产又长销 和他始终保持干净的初心是分不开的 每天早上五点起床 再亲身的几个小时 完成一天最重要的工作 随后跑步十公里 晚上雷打不动的读书 听音乐 几十年 一成不变的模式 一直坚持到今天 面对写作带给他的荣誉和财富 他很清楚他们的来处 干干净净就是那颗热爱写作 并一直坚持写作的心 有人问他 你不用社交吗 他说 做人不一面 不用八面玲珑 四面陶桥 比起无意义的社交 他更喜欢把时间用在小说的创作上 他活得不无趣吗 别忘了 他可是小确信的创始人 原来人生真正的丰富就是干净 人生一变 有些人三年五年就面目全非 而有些人走过十万八千里 也初心不变 华人神级导演李安 虽处名利场的漩涡之中 却只专注于做电影 很少有走神的时候 即使在我们众所周知的 六年的嘱咐时光 他也专注在自己的电影世界 环境越是五光十色 内心越是干净 只做内心重要的事情 可以说 没有前期独定的坚持 也没有李安导演的后继勃发 内心干净的人 不为外物所获 不让苟且 侵蚀自己的生活 虚无旁骛的追 追求心中所爱 能从繁杂的事物中 一下子就找出自己应该做的事情 相比别人的盲从 他们一心专注 相比别人的焦虑 他们早已在心中开出了 足够滋养自己的丰富的花丛 内心干净的人 一开始就赢了 曾有一句话 在我心里 酝酿了很久 真正干净的人 是看遍这 这人间疾苦 却依旧心有光明 只有干净 才能有能力超越 这人间疾苦 保护好 这幅肉身 为无处安放的灵魂 找到寄托 才有智慧跳出 让自己疾苦的圈子 去交往真正舒服的关系 让自己这艘乱跑乱撞的船只 找到港湾 才能有修为 看透这些疾苦的本质 专注在 真正重要的事情里 给那些 无依无靠的日子 找到归宿 幸福的余生 是做一个干净的人